第一届明日之星德州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8月4号在KT举办 共有60位小选手参加比赛 最小的选手只有5岁 个个活力十足 这次球赛的主办班位是休斯顿国际乒乓球学院 简称HITTA 也是目前休斯顿最大的专业乒乓球组织 拥有全美最强的教练团队 曾经培养出奥运选手和多名美国国家队队员 为了推广乒乓球 休斯顿国际乒乓球学院在京夏举办乒乓球夏令营 吸引许多对乒乓球有兴趣的小朋友参加 此次一共分为6个年龄组 难得的是他们发挥得很好 也不怯场面对家长观众在旁边围观 他们依旧稳定专注的比赛 打乒乓球有许多优点 像是训练反应与专注力 增强应变能力与判断力 增进身体各部位的功能 舒展经络 训练耐力等等 青少年朋友 乒乓还可以促进鼓落的发展 改善体型 不少孩子因为参加这次比赛 而更能理解教练在教学时所讲的话 这次比赛 为了照顾孩子和方便家长 主办单位让所有参赛选手的午餐 由510食堂免费提供 小朋友拿着参赛证 就可以到隔壁餐馆 免费领取午餐 在比赛空档 就可以吃着热乎乎的饭菜 颁奖仪式在当晚的party中举行 Hita的教练团队 为孩子们颁发各年龄组的前三名奖牌 以及明日之星特别奖 由Hita的队员代表 也是国家青年队的成员Linda Su 为参赛的小选手们颁发证书